范勤惠用聲音療癒著現代人 他形容自己 他說過去像野地的花蜂 現在像巫師在森林裡面 為我們探尋歡愉的頻道 想特別請教一下 請問這麼多年來 持續在這條叫搶救 這個紀錄深井的路上 有沒有感覺到真的有一些聲音 就正在消失了 再也聽不到了 我覺得有些聲音是 可能是 也許是某些季節的原因 有些是環境的原因 那常常讓我覺得說 為什麼有些聲音 有些種類 以前我可以聽得到 現在又聽不到 後來我就慢慢去發現 主要有兩個地點 對我來說 可能是我在過去當中 很明確的可以感受到 一個就是在淡水 因為我在北部 淡水 它的一個新市政的開發 在這幾年 可能就是大家 我不知道也許年輕的人 沒有辦法感受到 像我以前我們常常就是坐著火車 就是坐到這個淡水 然後那時候很喜歡去走一些 小的這個街道 那時候的淡水是很寂靜的 很安靜的 然後帶有一點樸實 然後帶有一點點的發覺 好像又被遺忘的那種感覺 那當然後來隨著淡水新市政的開發 然後鐵路的一個改變變成現代的捷運 那我開始感覺到那個地方的聲音的改變 除了那個寂靜的氛圍改變之外 取而代之是非常車水馬龍的 然後很多的人生的喧嘩 還有一些物種的消失 比如說以前在淡水的天空 會有一種鳥叫做朱鯉 也有一種叫黃鯉 黃鯉還有少數還可以偶爾聽得到 朱鯉已經徹底的消失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在持續關注的就是 我們的關渡自然公園之前 其實以前有一個賞鳥的 步道是從陳德路一直過來到關渡宮 那也是一開始很多賞鳥人 喜歡去走的叫做大同墊子賞鳥步道 那後來關渡自然公園畫質以後 這條步道就變成一個腳踏車道 然後旁邊建了一個周美快速道路 是 聲音也完全改變 所以一般人都會覺得說 看起來沒有什麼改變 濕地也畫出來了 環境也沒有什麼變 可是我從一九九七年到二零一三年 我就開始把我過去的錄音資料 跟現在資料做比對的時候 我發現有兩大情形 當一個環境改變的時候 你會發現特別有一些公共工程進來 你會有一些無可delay掉的低頻的聲音 你會一直出現在你同樣的一個畫面 就那樣的聲音 那是什麼呢 車子 車子永遠是車子的聲音 大家不要以為說你眼睛看不到 可是那個聲音永遠在背景 所以在錄音的時候 他永遠都在 他會在那裡 另外一個就是因為那個路線劃設以後 他改變了生物的棲息的一個環境 所以某些的物種 他可以適應那樣的轟轟轟聲響 或是那個建築的部分 他很適合在那個竹槽的時候 這種物種就會取代了這個環境當中的主角 比如說現在最常聽到的聲音 以臺北市來聽的話 就是有一種我們說是外來種的鳥 叫做巴哥 巴哥的聲音非常的大聲 然後非常的響亮 感覺很強勢 對 所以就是有些物種的聲音會 因為適應這樣的一個環境 它會取代其他的物種 另外就是你會發現 台北市跟幾個主要的公園 像我工作的地方植物園 那根本就是一波一波不一樣的聲音 為什麼 我們附近在和平西路有很多的鳥園 牠們常常會有那種不同的鳥會跑出來 一陣子你就會聽到都是 歌芬式大巴蛋這種 這種鸚鵡的聲音 然後這幾年聽到最多的是 以前從來沒有出過的 出現過的兩種鳥 一個叫雀鳥 一個叫百腰雀鳥 那這種物種全部是 以前從六鳥的人帶進來 那這些物種的聲音非常的完整 對 完整好聽 但是它對於很多的生物 本地的鳥就會造成一些生態上的威脅 所以特生中心成心發動很多義工來獵殺 百腰雀鳥 可是已經完全沒有辦法做到 那一般人如果你不知道以前的情形 你聽到的時候好好聽 你不知道環境在改變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的工作 還是在於說 真的要去了解你環境的聲音開始 是 所以其實整個生物鏈的改變 從聲音的改變就可以完全的感受出來 這就是一個最忠實的記錄和反應 你剛才前面也提到一個深井 這個就是所謂的深井嗎 什麼是深井 深井這個名詞 其實是比較源自於英文的soundscape 那一般soundscape是什麼 我們如果講landscape 可能比較大家會知道 是 大家會說地景 對 地景 他常出門說看風景 深井就不了解 深井如果你把它相對於地景的概念 地景我們用視覺去感受到 一個環境的一個狀態 那聲音的風景 其實也是在描繪那個聲音的一個 有一個範疇 一個界定 那可是深井怎麼 這個詞怎麼來的 那當然原本其實從1970年 西方的一些像有一個音樂家 Marie Schoffer 他提出了這個深井的概念 因為他發現自從工業革命之後 人類的一些環境的聲響就改變了 包括汽車的內燃機 造成所有的聲音的消失 被某些的這個交通的噪音 要汽車的這個爆炸聲 取代了所有的一切 為了要去展現在地的聲音特質 所以很多的人開始關注說 我們怎麼樣去保護在地的 所謂的聲標 Sound Mark 那慢慢從這個方向引進到今天 深井已經不是光是文化跟藝術這個論述而已 就是聆聽聲音的視角度 而是慢慢地去影響到環境設計 然後環境保護的一個角度 那也伴隨著一個新的錄音的 錄音的方式 也伴隨更多的公共證 就是可以監測的方向 他其實也提供了很多生態學家 發現說原來聲音關鍵在就是關鍵的 所謂的生物多樣性的保育的一個重點 如果你沒有把這個聲音的選項放進去 你就會發現說你不了解說 原來其實聲音也會載至到這個環境的 特別是生態的一個狀態 所以今天在深井的部分 他已經結合了生態跟科學 藝術跟文化 它是一個跨界的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所以我們才會想要說 我原本是一個錄音師 是聆聽者 但是也在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蒐集了很多的聲音 認識了很多的人 我覺得這些部分必須要很重要的 重新被論述跟倡議 是 他其實是必須要集結起來 去為這件事情做更多的努力 但我知道你兩個女兒 你也常 就從小 就帶他們往野地裡面跑 那對他們呢 你看著他們在一路這個成長的過程 接觸到自然 接觸到野地 然後打開耳朵去聆聽 是不是他們有很多的收穫 其實我老實說 我覺得我女兒是在陪我錄音 那也沒有什麼偉大的說 我要帶他們做些什麼樣的事情 那一開始 一開始真的覺得說 錄音是對我來講是我的興趣 然後接觸野地 是我個人的興趣 那我我並沒有太多的一些教育思維說 我要非把我孩子帶在身邊 可是後來慢慢在我一次一次生命經驗裡面 後來發現說 比如說當我生了孩子 我又想說我今天要去錄青蛙聲音 我半夜就脹奶 然後呢 就就有很多事情 你後來發現說 如果這孩子注定要當我的孩子的話 他就必須要有強健的體質 所以他必須要跟著我 然後去 我也希望他能夠去認識我認識 我聽到的這些聲音 所以我的孩子是從小到大 就陪著我在野地裡面去做很多的事情 現在對很多聲音他們也敏感吧 我覺得這個部分的聲音明不敏感 我覺得那個部分 其實他會反映到人生的很多的方向上面 那其實我自己的感覺是說 我自己的兩個孩子的人格特質是不一樣 他們不見得是要像我 那我也不覺得說 我應該要教他們成為某一種的什麼樣的人 那我覺得他們擁有比較自在的 比較自信的那個樣子 然後其實事實上 我覺得他看到了一個母親 影響到他們比較深的 反而就是對自己的事情的一個專注跟興趣 那我覺得那個部分 可能是你帶給孩子更大的力量 從機會這種熱情當中 我們真的感受到一個聲音大觀園 這世界就是一個大演奏廳 你是否也願意從此刻開始 我們更用心的來聽呢 非常謝謝欣慰你今晚的分享 謝謝你 謝謝 閉上眼睛聆聽才能聽見更美的聲音 范清慧讓我們感受寂靜的力量 接著訪問全台第一位 視障博士甘仲維 他在所謂人生勝利組的頂峰之際 突然失明 但他轉個彎成就更多人 要用科技的力量 突破眼睛的局限 我早就拍照 沒導火 夠了 我們說 我們說 感谢观看